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Frank 我代表Barden牧师 欢迎大家收听Every Nation Gateway 中文线上崇拜 Every Nation Gateway 是一个职场和生命的转化平台 朋友们,大家傍晚好 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 来到这里为你们讲道 还是在圣诞这个季节当中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感谢波兴牧师 感谢师母Anne 还有所有的敬拜团 谢谢你们带领这个教会 我知道你们这个季节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你们的教会正在装修着 哇! 你们很快就要搬进这个新的场地 我真的感到非常的激动 还有你知道吗 波兴牧师 你对这个教会的远见和梦想 真的没有停止的激励我和鼓励我 还有其他的团队 你们真的很棒 你们为马来西亚每一个教会 迈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些努力 好!我叫巴伦 我是更新教会其中一位牧师 也是校园施工的牧师 专门是牧养青少年的 还有我想对大家说 圣诞节快乐 耶! 祝你们圣诞节快乐 现在圣诞节的季节感觉是超好的 我现在是在我的公寓的一个公共场所来做这个录影的 我有想过在家里做这个录影的 可是呢 是有一点挑战 我有两个很可爱的小冬瓜 就在我家里 一个是两岁一个五岁 所以呢 要找一个又安静 又没有干扰的地方来做录影 是实在是有点难度 不管怎样 我现在就在这里其中一个公共场所 因此呢 如果你们有听到一些背景有一些杂音 不用理会它 可以吗 我们尽量的随机应变吧 好吧 让我们回去当初最初的圣诞节 在第一个圣诞节呢 是第四、第六年这样子吧 耶稣呢 也是在那个时候当生的 让我给你一些历史背景 当时呢 是由凯撒、奥古斯都统治罗马的 是在那个时期 我们最说到以色列的伯利恒那个时候 从马拉基那年代的结束后开始 上帝呢 有四百年没有再对以色列人讲过一句话了 四百年耶 那是八代人的观景 上帝没有对以色列人讲过一句话 那四百年期间 再没有兴起任何的先知了 一直到施洗约翰的出现 但是在第一个圣诞节的开始 就是过了那四百年过后 自从上帝没有对以色列人发言的那个时期算起 他们都在想 是不是上帝已经忘记了他们 可能那时候他们在想 上帝你在哪里 你是不是已经远离我们了 是不是我们太过分了 你还在关心我们吗 因为有八代那么久了 我问一问你 你还记得你祖父的名字吗 你记得吗 你还记得你真祖父的名字吗 有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 有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上几代的事 更不用说那八代人的事咯 对不对 所以那的确是一个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 上帝没有跟他的子民发言 但是突然间 突然间 上帝又对撒加利亚发言了 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 然后不久 耶稣就诞生了 然后呢 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 《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八到第十四节 突然间有个天使开始要说话了 他对谁说啊 他对牧羊人说 好,让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八到第十四节 在柏林横的郊外 有一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 主的一位食子站在他们的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他们非常害怕 天使说 不要怕 看啊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于万民的 今天在大为的城里 为你们生的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 抱着布 握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一起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在地上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这里呢 让我想起一首诗歌 听啊 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于心神王 神人荣耀归昌欢喜 地上平安人们恩 这就是今天的信息所要带出的主题 我们要谈谈平安 平安就是上帝通过他的儿子耶稣 所赐给我们其中一个礼物 就从这段文字你可以看得到 当天使宣告有关平安的信息的时候 有涵盖几样东西 这信息是给谁的 就是给全人类的 发生什么事 有位救世主 就是主基督要诞生的 你知道吗 基督这个字是由 弥赛亚这个字所延伸出来的 弥赛亚救世主 诞生了 然后为什么这和我们有关系呢 和所听到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这个和我们有关系 就是主的当生和我们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和你有关系的原因 天使说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婴儿的当生 因为救世主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所以今天的信息要讲的就是 平安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 在你生命中所建立的基础 让我先为你们祷告 然后我们继续 上帝啊 我感谢你的善良和慈爱 上帝啊我祈祷 即使今天我们听到这个信息 能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 来接纳你所赐的平安 不只是知道什么是平安 而是更加能够感受到它 尤其是当我们相信和你一起行走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得到更多的平安 同时也能够把这个平安给予别人 我感谢全部现在所观看的人 奉耶稣之名 Amen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里 现在有个问题 你们有谁想得到平安 我想这里有很多人都在寻找着 都很需要它 而问题是 我们要平安 可是我们却得不到 可以吗 而这是为什么会发生呢 是因为当我们把平安看成是一个地方 我们把平安看成是一个地方的意思就是 我将会有平安 如果我有这笔钱 我将会有平安 如果我和某某人的关系能够来到这个程度 我将会有平安 如果我的失业已经到达另外一个高峰 我将会有平安 如果我和家人已经在某某一个地方 而我们呢 尝试把平安看作是一个要前往的一个目的地 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目的地 是我们要去的 我们没有完全的感受到平安 一直到我们到达了那个地方 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社会 平安更加不是在这里可以寻找得到的 对吗? 好像这位 这个发生在11月27号的 我想你们也许是听过谁是谢家华 Zapo的川办人 他非常悲剧性的离开人间 这个软人呢 他作用10亿的资产 根据报导说 他有10亿美元的身价 我读到那篇报导的那个标题是这样写的 凶酒 凶酒 吸毒 还有世界和平 谢家华 谢家华这个人呢 谢家华这个人呢 他要把和平带给世界 他有一本书的著作叫 名叫传递快乐 然而他本身就不能够完全感受到这个喜热 这个平安 一切都变得很表面 尤其是如果你把平安看待是要去的一个地方 你是无法到达那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达标了 你又有下一个目标 就算你是目标达成的 你会想 就这样子 我想要的那个平安在哪里? 对吗? 因为平安不是一个地方 你看 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他以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 他照他的样式创造了我们 我们创造了良善 创造了争议 可是 当我们犯罪 我们打破了上帝和我们的和平 也就是因为罪 从那天开始 我们活在的人生 都一直处在于不安的当中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寻找的平安 是无法通过外在的方式 传递给我们的 只要我们一直认为平安是一个地方 我们就会错过神给我们的平安 你看 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他就与我们立了约 一份合约 好 想象一下 我有个股东 你和你的股东立了一份合约 好 这些是我们该遵守的 这些是我们所期望的 我们彼此之间各有自己的自责 我们将会和谐共处 我们能一起行走 一起经历 一起营造 好 你和你的股东立约了 但是 如果你的股东违约了 故意的就在你面前 你和你的股东还能有和平吗? 不 你不会 因为你已经列出了对他的期望 他也同意 签名认证了 彼此所同意的合约也盖了印 可是 那股东违约了 你对他还有和平的存在吗? 不 你不会 那就是我们身为人类无法得到平安的缘故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创造子立了一份合同 一个约 立了一个期望我们本该遵守的 而我们却没有遵守 我们违反了 我们的罪使我们违约了 而现在我们不断寻找各种不同的方法去建立回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和合约 我们尝试不同的东西 我们到处去寻找那个和上帝一起的平安 但真的有个好消息 以福所书 第二章第四节 是在说上帝是多么爱你 上帝多么关心你 让我读给你们听 然而神满有灵敏 因着祂爱我们的大爱 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 使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四节 你知道吗? 当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 夺走了那个平安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二节 说我们变成悖逆的儿女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三节 又说我们是可怒的儿女 罪扭取了我们的本性 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 还说罪使我们变成上帝的敌人 因为罪我们变成上帝的敌人 我们变成可怒的儿女 我们变成悖逆的儿女 因此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产生了冲突 但上帝是爱你的 祂爱我 而耶稣呢? 祂为这个冲突 而替我们付出了代价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说 你们从前远离的人 先进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祂的血已经可以清净了 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 所以啊 这里 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 再说 追死我们的本性扭取了 好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所说的 变成上帝的敌人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二节说 我们成为悖逆的儿女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三节说 我们变成了可怒的儿女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再说 我们与上帝之间隔着一道仇恨之强 一道仇恨之强的意思就是 当和上帝有关的东西来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嫌弃他 而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是真的啊 我知道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因为我们要自己掌控命运 我们把自己看成神 我们不要其他神来主导我们 我们不要主 我们不要王 你想成为王 你有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 这就是这种本性 这个欲望根治在你的心里 在我的心里 抵触了上帝护照我们所要的生活方式 毕竟主是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王 但事情是这样 我猜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 无论我对上帝多么的五体投地 多么归顺上帝 我们发觉并不那么容易做 很困难的 对吗 就好像保罗所讲的 那些该做的我不愿去做 那些不该做的我却想要做 保罗在罗马书有这样说过 而这种矛盾导致到我们和上帝出现了冲突 我们会说 神的律法太过遥不可及了 非常困难的 但我要去遵守它 对吗 或是在另外一方面 神的律法太高太难了 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看我只好放在一旁 把那些律法抛在脑后 我只管过自我所喜欢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终究都无法达到标准 所以我们与上帝之间不会有和平 如果 只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所以 这就是耶稣要来的原因 祂使这一切都变得可能 好了 我来读读这段经文给你听 看看怎样为你解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第十三到第十六节 有点长 但是非常有力量的经文 是关于基督 关于平安的 我再读一次 你们从前远离的人 先进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可以清净了 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 他使双方合而为一 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 就是以自己的身体 除掉双方的仇恨 我们和上帝敌对的 有道墙把我们和上帝隔开 但通过耶稣 经文说 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 就是以自己的身体 除掉双方的仇恨 并且 废掉了律法的规条 使梁子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 这样就缔造了和平 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 消灭了仇恨 就借着十字架 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 哇!这段经文 这段真是够丰富的经文 我们真的需要花点时间去咀嚼 他说 当耶稣 因为我和你根本没有能力 去靠着自己的能力和上帝 缔造和平 因为 必须要靠着耶稣 对吗? 他就是怎样做到呢? 他用他的宝血 他用他的肉身 然后 就是因为他所做的经文说 在他里面成为一个信人 记得我上面所读过的吗?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二和第四节 我们是悖逆的儿女 我们是可怒的儿女 而现在就是我们通过基督 我们变成了信人 一个信人类 第十四节说 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 第十五节说 这样就缔造了和平 还有 没有借着十字架 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 哇! 当天使向世界宣告和平的时候 不是再说人与人之间的和平 不是这个意思 也不是指家庭的和平 也不是指你财务上的和平 更不是指你身体上的和平 你知道吗? 有很多人没有身体上的和平 也许他们生病了 所以那里就失去了和平 但是当耶稣僵尸的时候 他承诺那个和平是永恒的 那个才是我们生命中要的和平 因此我们才能生活在各个领域展现出来 我们不能和家人和平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和上帝和平 我们没有财务上的和平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和上帝和平 我们没有身体上的和平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和上帝和平 但是就是因为耶稣僵尸 他给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和平 因此我们各方面才能有平安 这一切要从发展、接纳和接受 来自上帝的平安开始 为了这个平安 耶稣就是替我们赎罪的那位 当你违约了 你必须负上违约后的惩罚 所以一旦你违约 有人会高发你上法庭 要你下监牢 对吗? 但是谁来承担呢? 这个罪名 我们违约 违约的那个是我们 但是耶稣却为我们来带罪 来坐牢 不单止坐牢 他还被钉死在十字架 就是因为我们犯罪 呀! 我想起我真祖父的一个故事 我真祖父就是我祖父的爸爸 我的真祖父 他是我们部落的酋长 我是撒拉约的加拉币族人 你可以上网去谷歌去寻找 关于加拉币族和巴里阿高原的一些资料 我真祖父是位部落的酋长 他是非常富有的 屋子上也非常丰富 那么他有个女婿 发生什么事情呢? 有一天有个来自对面山头的人 来我们的部落拜访 而在现在这个司会 它的位置是大概是在这个国界的附近 去向于加里曼丹的那个范围 他大概算是一个英里人吧 但是呢 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国界之分的 那你的山群就是住着一些人 他们都说着类似的方言 总之那时候就是那个人 来到加拉币族的那个领域 他们来拜访 那么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真祖父的女婿 竟然把那个外地人谋杀了 细节我就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他杀了人 这就是因为这个外地人 是来自对面山头的一个 另外一个部落的人 那么一场部落之间的战争即将要爆发 如果你上网去寻找有关于 波罗州的部落猎头族 俘虏村民把人头砍下 然后把配偶的头颅 展示在藏屋里面作为战利品 这类似的部落之间的战争 所以呢 是一场很残酷的战争即将要发生的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 就是我真祖父的女婿把那个外地人杀了 而对方的威胁是 他们包袱是必定的 但是他们可以不只对我的真祖父包袱 他们有可能对全族人包袱 导致全加拉币族的人都感到丰盛合力 非常害怕他出家门 到最后事情发展到就是 我真祖父被迫要承担这个惩罚 为了要挽回部落之间的和平 结果他呢 牺牲自己必胜所累积的财富 全部赔偿给对方 就是为了不要让那场战争发生 而这类似耶稣所为我们做的 他成了我们的呆罪羔羊 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们与上帝的战争和冲突 耶稣已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 好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时间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释放这个和平 在我们的生命里 以福所书第二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说 记住过去你们没有基督被排除在以色列 社会上帝的子民之外 与上帝应许的七月无缘 你们生活在没有希望没有上帝的世界里 所以如果你要释放和平在你的生命当中 第一就是要记住 记住基督为你所做过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庆祝圣诞节 就是要记住我们拥有上帝的平安 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我们的罪得到失眠 不是因为我们无罪 或者也不能够说我们争取回来的 我们之所以拥有这一切 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和我所做的 记住他 庆祝他 歌颂他 要感谢上帝 这就是如何记住他 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 把你对上帝感激之情放声地说出来 就当你重塑那个故事 对你自己俗说关于十字架来记得 耶稣为你所做的 当你感谢上帝 你感恩上帝 你都是在记住 这样上帝的平安 就会在你的心里释放出来 而经文的第二部分 以福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 因此我自为主被囚禁的 劝你们行事为人 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护照 凡是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 疲齿 宽容 以和睦 怜惜 谢力此所圣灵所施的合意 好 这里有两点可以采用的 如何能在我们的生命中 释放上帝的和平 第一 记住耶稣所为你所做的 上帝是爱你的 连他的独生子也给你 值得庆祝的 所以要记住他 第二 行事为人 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护照 你看知你 就是因为你们得到上帝的平安 就要像个和平食指伴行走 在谦卑中行走 在温柔中行走 在爱中疲齿忍让 渴望保持圣灵的合意 始终与和平结合 当你在日常生活中 能保持谦卑与温柔 保持平安 与其他人创造和平 无论你是在教会 在家庭 和你朋友 和邻居 这一切 其实你是在记住 你是在展现 你是在加强 上帝所为你生命中所做的 你的心里在营造着平安 你看 平安不是某个地方 而是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你有他 你就会有平安 如果你拥有一切 但没有耶稣 你将不会有平安 但是 如果你有耶稣 可是什么都没有 你没有满意的财务状况 你没有理想的爱情和感情 你知道吗 倘若你有了耶稣 你自然也会有平安 一个超自然的平安 所以 你们要记得上帝 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过的 你们行走的道路上 就会有平安 当我们所行走的道路 充满平安 我们更会加强 我们生命中的平安 当我们和上帝是和平的 我们的心里就会有平安 因此 我们可以成为世界的和平师子 对吗 你将不再努力向人炫耀 不再盲目去追求一些标准 为什么 因为你晓得你被创造的价值 你在上帝的眼里是何等重要 因为你有了和上帝的和平 还有 当你心里有了平安 你将会成为和平师子 马太福音第五章说 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对吗 所以我们蜕变了 从悲逆的儿女 可怒的儿女 和上帝敌对的 上帝的敌人 我们蜕变了 当我们遇到了上帝 得到了平安 自己的心里也平安 我们成为了和平师子 马太福音 耶稣说 你成了上帝的儿女 那就是和平的力量 对了 天使也在地上宣告 和平赐给在地上上帝所喜爱的人 但是那个蜕变 上帝通过耶稣所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礼物 就是能使我和你都能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成了和平师子 以福所书第二章说 耶稣是我们的平安 我们也会像他一样 我们成为和平的器皿 管道 平台 和平的工具 所以在这个季节里 我要鼓励你 透过上帝的爱 把和平带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以及家人 改变这个环境 从一个充满压抑的 痛苦的 到一个富有盼望的 提醒他们 这个季节的意义是什么 记得上帝对你所做的 行走起来 要有上帝的形象 你将会有蜕变 你将会有改变 为什么 因为上帝的和平 你的平安 你就会改变成 带来和平的人 好 我非常感谢这一次的机会 让我为你祈祷 我真的相信 上帝在这个季节里 呼召你成为和平使者 你就是那个管道 那个器皿去协助 告诉他们 和他们一起展开旅程 他说 不是一般的和平 而是那永恒的和平 让我现在为你祷告 上帝啊 我非常感谢 Gateway的更新教会 我感谢你喜爱他们 我感谢你把爱和慈爱 都展现给他们 我感谢主 我们的生命有平安 我要祈祷 他们将会在生命中 遇到那超乎自然的平安 超越他们所能理解的 我祝福他们有这样做 我们要感谢这个圣诞季节 主啊 我祈祷他们全部的计划 都会一一落实 所有的领袖们 和教会的成员 对这个圣诞节的计划 主啊 你使它落实 并且有十倍的成效 他们有能力去思考 去寻找 去想象 奉主耶稣之名 我祈祷 Amen 感谢你在线上 收听我们的步道 请在我们的Facebook页面上 与我们联系 以获取更多信息 非常期待下次再遇见你 上帝祝福你 下个星期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